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今天請你繼續和我們分享一系列 如果在臨床上遇到的毛病 在臨床上,我們如何用同類療法去處理 今天不如分享一下腹狗痛 小朋友和寶寶很多時候都出現了這些問題 父母有時都很擔心不知道他們是什麽事 所以可以用同類療法即時幫助他們處理了問題 通常腹狗痛的症狀 你會看到嬰兒會彎起來 即是腳會卷起來 身體會彎曲起來 通常腹狗痛會哭 所以我們遇到腹狗痛 是一種苦瓜 通常這個症狀 人們會彎曲得很緊 而且腹部大力按下去便會舒服 你會看到身體的語言 他就彎曲起來 然後手按著腹部大力按下去 這就是苦西瓜飄 苦瓜的重心 另外一種跟苦瓜有相似 都是彎起來押著腹部 但它押的力度不需要太大 往往它用暖水袋 敷在那裡便足夠了 這就是淪酸味 苦瓜飄的苦瓜很痛 很大力按下去 而鱗酸味 不斷按住它 或是手按住它 或是加暖水就足夠了 另外一種就是白蛇筋 Brownia album 白蛇筋的時候 通常是敏鎮 情緒很重要 很敏鎮 而且不想動 只要動它 它就大聲叫 這就是白蛇筋 白蛇筋的重心是不想動 它躲在那裡 總之彈動不得 不想動 你動它就很辛苦了 另外一種就是Ignatia Amara Ignatia的女信果 通常這個情況會出現情緒 尤其是媽媽的情緒 媽媽餵奶的時候情緒有波動 她的情緒 影響奶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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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情緒都很不一 有時候害怕 很情緒化 媽媽也是 小孩也有情緒化的感覺 這是女信果 Ignatia Amara 另外就是碳酸胚 Bereta Carbonicum 碳酸胚 通常碳酸胚 很多時候用小孩成長出現問題 或者智力方面有問題 好像很頓頓 好像我們叫做唐氏症候的問題 或者蒙古症候 通常生物特别小粒 或者腦方面成長 体力方面成長都會差 而且肚腩大大 很容易相封 如果小孩的體質 肚大大 人家不太聰明 可以考慮碳酸胚 另一种是绿化胚 Bereta Moriaticum 通常看到小孩 整天要抹大口 说话好像有鼻子说 很喜欢睡在腹部 看上去有种傻傻傻傻的感觉 口是这样半开的 这很多时候是绿化背的阵形 另外一种是Orum muriaticum natriannatum 是绿化纳金 绿化纳金 通常遇到一个症状 高院有些肿胀 位置有些不太妥 所以是高院肿胀的症状 另外一个是碳酸钙 一般的宝宝也是 都是头大的 福舟呻 LLC 白佩正正的 很多时成长学习 或是立胸脏的肚炒 怕冰,睡觉时要穿很多衣服,手脚冻 冬天是特别差的 这些小朋友都是行河路,河走路慢一点 另外就是Synchometallicum,新的金属 通常这些小朋友起床时突然会喊声 像有些神经抽细 听到声音特别敏感 他发现精神状态和身体会虚弱 但记得是突然紧醒,神经前像样处处 另外一种是Suella,Suella Occidental,是执帕 执帕通常都是 小朋友很多时候因为打针 打针后身体上出现问题 通常那个小朋友的头是举不直的 好像软软动动,平衡不了 因为人很虚弱,有点震震抖抖 这就是Suella的阵形 另外一种是肺结合素 通常这些情况,小朋友很容易受寒而出现问题 一受寒之后有肚射 可能几个星期都是肚射 很容易生病,很容易发烧 这是TB的阵形 好 谢谢袁医生 虽然刚才说了,在小朋友的成长过程里 都经常遇到这些问题 根据刚才医生介绍的疗疾 大家可以因应小朋友的症状 或者是刚才说过,有些天生的体型 而出现了搞肚痛的问题 他们就可以用那种疗疾 帮他们去处理 虽然搞肚痛的时候可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当小孩子出现了这些症状 在哭哭哭 作为父母或者照顾他的家人 都不会得到很安宁 尤其是晚上睡不到觉 大家都没有精神 所以家中常被疗疾 出现了问题时,就可以即时使用了 在紧急的情况,通常几剂已经可以将问题 起码有八九成的舒缓 大家都可以有觉好分 所以应该加上给一些疗疾 可以造成一个及早治疗的情况 不需要等到大家都要有后遗症 或者是要挣扎了很久才得到安宁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想查询回疗剂或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电话号码到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谢谢袁医生 拜拜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